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创波段新高 并且留下了一个高达145点的跳空缺口 我问各位 在指数已经大涨了 将近6500点之后 那今天再度开高大涨上来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做 想也知道嘛 今天必然会引花 获利回土卖压的大举出荣 而下沙拉回 果不其然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一个大盘指数就是 呈现的一个怎样 呈现的一路的一个怎样 剧烈震荡的一个下沙走点 高低点的一个政府 高达有360点 所以在今天的一个做法很简单 我们今天我们一大早 我们就是带着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卖股票换钞票 把获利给他开心放进口袋里 我们今天我们卖了哪些的股票 包括的一个3530的金像光 就是这个光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们从新春开往版 1月4号带会员朋友低档锁进 布局买进之后 昨天强势亮灯涨停板 那么昨天强势亮灯涨停板 那么我问各位今天要怎么做 你可以看到 这是今天的一个讯息 1月6号今天在早上 8点58分在开盘之前 开盘之前就建议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我们说3530的一个金像光 今天市价获利全出 我相信你如果是我会员朋友 你看我的一个讯息就是这么明确 找盘开债 137 138 盘前就建议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市价获利全出 那我问各位今天卖的漂不漂亮 卖的漂不漂亮 是不是很漂亮 卖掉之后今天马上就怎样 马上就是下沙迭停板 所以为什么大师兄一再的一个强调 跟井脚步很重要 做对做错 请进来查前追 各位亲爱投资的朋友 你想想看 我们买我们是买在什么地方 我们买在121 123 你看1月4号在低档买进 买进昨天涨停板 今天一大早开心获利换口袋 这样一转眼你看 价差就多少 14.9%超过14% 如果一早你还在那边期待 你看到的一个指数 大涨开高到一个大涨上来 你还在那边的一个期盼 股价能够再怎么样 再大涨上去的话 结果你可以看到啊 昨天的一个涨停板 今天几乎啊 全数的一个吐回来 所以如果你还没跟上大西方脚步 真的要赶紧跟上脚步 那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卖掉之后 今天的一个这样 今天的一个下沙的一个拉回来 今天的一个急沙拉回 还能不能够买呢 还能不能够买呢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样来做把握的话 赶紧来找大师兄就对了 那包括的一个 宇俊也是一样 也都是我们领先市场 跟他所分享的股票 那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们是买在什么地方 我们是买在12月30号97块半 我相信在这个地方 讯息都写得很清楚 封关钱 封关钱带会员朋友买进 先买先算涨停板 然后你可以看到今天持续的一个大涨上来 那我问各位 今天开高大涨上来再创新高怎么做 同样的在今天的一个盘前 盘前就建议会员朋友 先卖一层 卖一层的持股 然后9点12分 这个时候股价 开高大涨来到112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我们就建议会员朋友 可以再怎么样 在获利条件卖出一层的持股 紧留基本股 煞好停力就可以了 各位进到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动作 就是这么的一个干净 领利 事先都做好功课 早盘开高大涨上来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 我们要做什么动作 只要你跟上我的一个脚步 你可以看到 就算今天那个盘是出现剧烈的震荡 你看我带你买 我早盘我带你卖 带你开新获利换口袋 这样的一个价招都超过14% 将近15% 开高获利换口袋之后 今天震荡拉回 那收在这个平盘 那我问各位还可不可以买 还可不可以买 你都不必想太多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 标股新天定案的 或Telequade的投资朋友 赶紧加入 或者做对做错 真的查真追 不然你想想看 像昨天的一个被动原件的国际 昨天创新高 不是有很多人告诉你 哇被动原件又要来了 又要怎么了 但是大兄 告诉你什么 我告诉你为什么 昨天创新高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不可以追 为什么我不会带会员朋友去追 你自己去想想看 股价都已经大涨一段上来了 你现在不是在300多块400多块的地档上 你现在是已经来到500多块了 那你在这个时候你去做最高的话 你的一个风险 你的一个利润到底有多大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嘛 如果你没有去思考这些的问题 哇你看到大涨上来 你盲目去做最高 结果今天怎么样 今天下沙拉回来 相信今天你应该都看到了 包括的一个华星科也是一样 当时我带会员朋友买在什么地方 162.5,180,180,180 大涨上来为什么高档 我要带会员朋友把获利给他开心放进口袋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 跨星科也是怎样 应声的一个下沙下来 甚至载到面板股的一个群创 说到的一个群创 哇 这几天我看到好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哇群创大涨上来 哇来15块16块 好多人哇开始带你拼命去做追逐啊 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大涨上来 我要带会员朋友 把获利给他全数开心放进口袋里 你可以看到我买 我是买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大师兄一个老师 专业的一个这样看盘的功力 跟专业的一个实力 你可以看到也是标股 现实要送给大家的股票 10块11块12块 我买在低档上 我买在低档上 我常说你今天你跟着大师兄的一个脚步 你今天我们股票都不需要你来抬交 你可以看到我买在低档上 我几乎我就是卖到最高点 真的这一档股票我操作的真的很漂亮 你看我卖掉之后最近怎么杀的 如果你高档你去做最高的话 你看光是这样的一个下山 才几天的一个时间就跌掉两成 跌掉两成这个也不是开玩笑 真的不要跟自己的荷包开玩笑 甚至这个面板的一个群 这个友达跌的更凶超过两成 如果说这些的一个股票 你真的不信你去追高的话 你怎么办 还有没有机会 还是要等着换骨操作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来处理的话 你来找大师兄 大师兄来帮你 除了面板包括的一个太阳人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按紧我们三趟累计的价差超过110% 我们高档全数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 目前我们就是近代什么 拉回的一个这样低阶的一个机会 包括这个缩合也是一样 目前都是近代的一个拉回低阶机会 五趟累计价差超过120% 甚至包括国民美食的空马帮也是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大厂上来 我要顺势开心获利出一半 然后今天 一早我要带着会员朋友 把另外一半0.5成的持股 全数开心获利换进口袋里 你看 这就是我们的操作 所以你是不是要懂得赶紧跟上 大师兄的一个脚步 甚至再到的一个这样 创意也是一样 你看我买在什么地方 12月30号 这个地方都写得很清楚 买进之后 新春开放板涨停板 然后昨天持续大涨上来 今天再创新高 那我问各位可以追吗 当然不可以追嘛 我都事先告诉过大家了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股票 大涨上来我们开心获利出一半之后 今天果然怎样 下沙拉回来 那么今天下沙拉回来 我问各位他结束了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还没有啦 那么下沙拉回来 到底什么卫士点 可以再怎么样 再进场 如果说你想要知道 想要把握的投资朋友 你来找大师兄 大师兄来帮你 包括mini LOD也是一样 mini LOD概念 我昨天我就提醒大家 我怎么就跟大家讲 我说今天富财上市 你不要以为今天富财上市 mini LOD今天 昨天很疯狂 你不要以为 今天的mini LOD今天还会涨 我昨天我是不是 就事先提醒大家 所以为什么像4956的一个光宏 我买在1月4号22块4 现在买线索涨停板 昨天大涨上来 我们要带会员朋友 把获利给他全数开心放进口袋里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讯息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如果你昨天你大涨上来 你不懂得把获利给他开心放进口袋里的话 你甚至你去做怎么样 做追价 结果你可以看到 让鼠声大家讲哦 不只是mini LOD 你看今天很多的股票 下沙跌停板 包括爱迪森也好 包括幸福星昨天涨停板 哇你看到你很兴奋你去追价 今天马上跌停板 包括的航运类股的一个阳明也是一样 阳明你看 哇最近很强 你昨天你才去追 今天当然怎么样 已经大涨一段了嘛 就说后面要涨他还要怎么样 还是要经过整理嘛 还是要经过整理嘛 如果你不晓得的话 你可以看到 哇好多专家不是带你 最近带你去追逐什么 比特币的汉讯吗 结果你看汉讯怎么跌的 昨天跌停板 今天跌停板 两天就跌掉多少 两天就跌掉20%了 你怎么办啊 真的不要跟自己的一个 怎样 的一个荷包 开玩笑 那如果说 你目前手上 还有其他的一个水果 那在这个地方 你真的 你不信你套牢了 你真的不知道 要怎么处理 你快来找大师兄 大师兄来帮你 很重要啊 很重要啊 大师兄还是要再强调一次 很重要啊 做对做错 真正是会差很多 为什么我这么说 虽然 今天出现爆量下沙 今天成交量放大到4,350亿 收黑给爆 那今天出现的一个让 剧烈的一个让的一个变化 短线在这个地方 确实有必要 稍微做一下这个整理 让大家适时的一个降温 但是多头趋势的架构是否 会因为今天的震荡而结束 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没有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嘛 第一个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问各位啊 今天是否出现爆量场 可以导撞反转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下杀的形态 没有啊 今天早盘 出现跳空缺口 本来就不该出现跳空缺口 因为大涨一大段之后 再出现跳空缺口 一定会引发剧烈的震荡嘛 所以今天顺势的一个 回补的一个缺口 这是蛮正常的一个现象 并不足为奇 第二个 今天的一个这样 爆量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震荡 那么不论是时日线 月线 或是季线 半年线 年线 趋势向上的一个方向 是否有做改变 很明显并没有嘛 整个的一个多头的一个架构 仍然是持续向上 并没有改变 第三个 就是今天的一个爆量的一个震荡 市场的一个人气 是否有因此而溃散 或做转变呢 很明显也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不仅全职股的台积电 这是我们会员朋友 手上的一档股票 我们还没有卖 我们还没有卖 什么时候该卖 你就跟着我就对了 你可以看到 外资还持续把他的一个目标价 再调高到多少 最高调高到650 当时候 8月我买在多少 买败415 除息有5块钱 我平均最低的成本是410 410 420 430 440 450 我带会员朋友 带着高端会员朋友 全力买进 今天你只要是我的一个特别会员 我的一个高端会员朋友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你看我带你买进 这样一波飙涨上来 来到555 中间价差我不要算 光是这样一波的一个价差 一张多少 一百四十五块 卖罪给你10兆就好 10兆就让你可以开心 赚进145万 这是我带会员朋友 所操作的股票 那你可以看到 今天不仅全市股的一个台积电 包括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 平概股的一个红海 直序的一个稳步的一个盘间的一个上涨 代表的是什么 位置的一个心态 仍然是正向偏多并没有改变 然后再看到你可以看到 盘面上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个好股票 持续活蹦乱跳 不论是宏家军的一个广雨 今天持续亮灯掌停在创新高 包括自胜仙师的一个孔子 空柱 你看看我们的股票空柱 空柱 模组武器概念股的一个要灯 你可以看到 今天还是有很多的一个人 很多的一个中小型股 很多体质家具转积成长体材的一个中小型股 今天持续活蹦乱跳 甚至亮灯掌停板 这就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现在的一个类股跟客股 还是持续维持着一个良性轮动轮长的一个格局 并没有改变 所以就整个的一个现象来看的话 就如同大师兄跟大家说的 只要多方的一个架构 没有遭受到破坏之前 那么这个行情我可以告诉大家 多头的一个行情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仍然有持续往上挺进 再创新高的一个机会 但是重点是在个股 你这个时候你要掌握什么样的一个股 什么样的股票才是对的一个股票 对的一个产业 比如说像自身先知的孔子 这是我们会员朋友手上的一档股票 我们从12月11号16号12月25号 我们在第一档我们一路带着会员朋友全力买进 全力买进的一档股票 你可以看到我的一个讯息写的很清楚 从36块2 36块3 37块 我全力买进 到今天为止 昨天只为止 大家都还没有大涨 还没有大涨 但是为什么我不担心 你可以看到你做错股票 今天很多的一个股票跌停板 但是你做对股票 你跟着大师兄的脚步 今天的一个自身先知的孔子 今天就是涨0板 跟着大师兄不必等 好事就是会发生 为什么今天他能够表现的一个这么的一个强 原因很简单嘛 我之前我告诉过大家嘛 绝版三四头啊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整个的一个获利表现很棒 而且他的一个这样目前这首的订单 比前年同期还要增加50% 尤其他掌握现在怎么样 最夯的ABS跟什么 先进封装的一个设备嘛 那这个部分会带动他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这样 持续的一个这样大幅的一个成长 然后长达是八年长期的大底 股价在低档 主三端的行情才正要启动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档的一个股票 今天果然开始发挥 今天就是亮灯掌灵板 真的恭喜大家 也恭喜我们全国所有会员朋友 那今天这档的一个股票 你看尾盘还锁住一万多张 我在Telegram我都领先市场跟他一起来做分享 我相信大家你应该都赚到了 有准没准 由你来决定 一切竟在不严重 那如果这档股票 你没跟上或是错过的话 那么还有什么样股票可以像自身先市的一个孔子一样 有啊 我跟大家说过了啊 我送给大家的股票啊 包括的一个这样 合金也好 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海角契约的阿嘎也好 那么这些的股票在明年在今年营运啊 持续看望之下 股价经过的一个拉回的整理还可不可以买 还能不能够买 可不可以出手可不可以进场 你如果不知道你来找我 我来你赌三个工 那么甚至啊 大西方送给大家的这一份大人格资货股3.0版 圆月必买的标股 你可以看到哦 第二档明年有立概念股 我送给大家 新春开完马上怎么样掌灵板 让你可以现算掌灵板 昨天大涨上来 我也告诉大家 大涨上来你不要追了嘛 你不要追了嘛 哦 今天一定会怎么样 今天一定还会在下沙拉回来嘛 哦 你可以看到一切都在我们的规划跟掌握之中嘛 果然今天下沙拉回来很棒 那么今天下沙拉回来 什么地方 可以再出手 包括这一档被市场遗忘的一档标股 也是一样 长达17年18年的长期大理 第一档亮珍你可以看到哦 法人偷偷吃货哦 底部的一个结构 打得非常的一个扎实啊 主身段的一个行情 才刚刚要起动啊 而且随着一个 他掌握整个武器 一个丁轨道的一个卫星啊 营运将渴望重返 20年的一个隆情 那不得了啊 那不得了啊 重返20年的隆情 也就是在他之前的一个 这样之前的一个高点 哎这一涨上来 哎不是一倍呢 这一涨上来是好几倍 哦好几倍 所以为什么在今天剧烈 这段过程当中 今天这档股票能够表现这么的一个犀利 能够表现的一个这么的一个强势 今天还是持续的一个收容上涨 这是哪一档的一个股票 哦如果昨天金像光的涨停板 再到今天的一个自胜现实的涨停板 你错过了或是没能够跟上脚步的投资朋友 哦那我希望接下来大师用要带我们会员朋友来锁定的这些的一个元月份啊 哦非买不可的一个标股 必买的标股 第一时间我希望你能够跟上脚步 怎么样来跟上脚步 很简单 哦只要加入标股新年订阅就会带过 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好事就是会发生 哦大师兄都会无私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大师兄用标股来帮你写日记 最后大师兄还是要再次强调 哦做对做错 真正是差轻追 那真的跟紧脚步很重要 哦不对的股票就是要懂得赶快换 换到对的一个股票的一个身上 哦一个转念就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那么什么样才是对的一个股票呢 哦如果你目前 手上有任何持股上的问题 哦因为我知道今天可能有些的一个投资朋友啊 哦买错了股票 哦有些股票套在高档上 哦那有些投资朋友可能不晓得怎么样来做处理 没关系 哦你直接打电话进来 把你的一个持股的一个状态 哦你是用现股还是融失 你跟我们的一个助理人员 哦把它说清楚 哦把它写清楚 哦那我们助理会亲自交到大师兄 用了一个手上 哦我会针对你手上的一个持股 哦帮你做一个 非常中肯的建议 这非常的一个重要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持股上的问题 哦也欢迎各位 哦直接拨打这个电话进来 哦跟我们 来做洽询 02-23219933 02-2329933 让你耽误 轻轻三三 我们明天同一圈见哦拜拜 拜拜 本公司以往就细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承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